IPD這個怎麼做 第一個它是重複所以插入函數 那特別第一個就是請各位找到文字 的類別 今天這個範例裡面都在文字 那它文字類有哪一些 從這個 一直到最下面一個 其實將來你們要學習函數 不要去死背 至少你要 從頭到尾來瞄一下 這個函數做什麼 就是轉為半型 關鍵字有沒有 這個 這個比較少用太豬 BIG 轉為全型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要把 你的儲存格裡面所有的字變大 變全型就用BIG5 所有的字轉成半型 就這邊有 CHAR的話是取得那個電腦內碼的自圓機 OK 比如說我們大寫的A是放在那個編號65 所以你CHAR65的話 比如說這邊好了 假設你CHAR65 它就變A 那B的話多少 66嘛 有沒有 這個號碼是 叫ASCII code 內碼的編號 也就是美國設計的時候它就一個編號 編什麼呢 編將來鍵盤對應的號碼 一個號碼對應到電腦輸出的字元 那就是CHAR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 剛開始 你最好當然有時間的話 每一個都看過 還有這個Find函數 尋找 那也許你剛開始不會用沒關係 至少知道有這些 第一個 第二個 怎麼用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以這一題為例 它是往下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放在R開頭的 REPT 那底下一定會給你一些訊息 第一個 它這個REPT後面 要加幾個參數 這邊有個逗點 就第一個 第二個 Test指的是重複的文字 有沒有 其實顧名是一碼 repeat 這個是repeat 有沒有 重複幾次 後面是times 幾次 OK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這些相關訊息還不夠的話 這邊有個函數說明 點擊下去它會有 更多 的一個官方說法 不過以這一題大概就夠了 我們要按確定 那重複什麼呢 重複這個信號 重複幾次呢 根據 點這邊一下 銷售量 除以 100 每100次呢 給我一個信號 所以你除以 100之後 它會先幫你顯示一個結果 在你的右手邊這邊 1.58 但是 其實比較嚴格講起來 產生幾次 它如果說repeat 它會只看整數啦 小數點不會理你 但是如果嚴格講起來 你應該給它一個 去除整數之後的結果 捨棄小數點 所以 嚴格講起來應該是 在 這個除的外面 包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呢 無條件 捨去小數點的函數 那通常你可以用run down 或者是用一個 比較簡單 int int 實際上就是整數的意思 就int 整數 前刮弧 後刮弧 你會發現 1.58就變1了 它就會無條件 捨去 小數點 所以以後如果你剛好遇到 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那你就可以用int函數 另外還有一個run down run加一個down 不過應該打run down太長了 打int比較簡單 乾脆用int好了 OK好 按個確定 那把它置中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看 向下填滿 不過特別重要 向下填滿那個c1 這個位置要鎖住 那鎖的話記得 只要鎖列就好 因為向下填滿 它會1變2 2變3 列會增加 但是 藍不會增加 為什麼因為它向右才會增加 所以特別重要 你只要鎖列就好了 鎖列的話 記得 在1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就OK了 不過一般在以前的教學 可能大家都會按F4 不過F4兩個都鎖在這邊 也都可以 只是說多餘而已 但是未來我建議 要更精確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會牽涉到向下向右 那如果你向下向右 你鎖多了 他做出來的結果也會不正確 所以記得 什麼時候鎖列 什麼時候鎖籃 這個觀念要有 把它打勾 好 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這個答案 在那個雲端上 或者講義裡面都有 OK所以你就反正 試著自己做做看 盡量 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看答案 自己做一遍 實在是做不出來 再參考 OK 第一個 第二個是Labs 當然Labs這個比較簡單 自己做一下 我們主要是針對這一個 稱呼 所以我第一個 可能要分兩次 第一個是把 他的信先抓出來 再把他的稱位抓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先插入那個Labs函數 所以一樣 找到文字函數裡面的Labs 然後呢 給他姓名的一個字 其實就左邊的一個字 Labs一個字 OK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個確定 他會出現 他的姓 他的稱位怎麼加呢 記得要用m的符號 串接 串一個什麼呢 稱位 他稱位由誰來的 性別 所以你不可能說 無難 然後呢 張女 不對 OK 所以你勢必怎麼樣 要把這個 改成 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 記得就是說 要用那個 以後反正邏輯 你就記得就是用if 那可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在插入一個函數的時候 他會把舊的蓋掉 所以記得後面 這個函數要加 請你點 這一個箭頭 也就是說你 第二次第三次加函數的話 請你要點前面這個箭頭 他才不會把 原來的函數給蓋掉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裡面會有一幅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幫你把它加到這裡 如果你按這個 他會把labs給蓋掉 OK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 邏輯是什麼呢 如果這個性別 等於什麼呢 假如等於 我們用男生來判斷好了 那這裡的話 記得就是 先給個雙引號好了 因為 文字 前後一定要用雙引號 就是字串 那我就是 這邊再輸入一個男 如果說 他裡面的資料 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給 把它轉成先生 反之 的話呢 就是女士好了 OK 好 這樣子 就完成了 那 這個你會發現 他會 把這個條件的結果 True True表示是對的 是 如果不是的話 就false False False的話 True就是跑這個 if true if false就是跑這個 OK 來看一下 按確定之後的話 結果會不會是如我們要的 向下填滿 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我想 因為 後面還會再講到邏輯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一般性蠻常用到的做法 OK 所以這個應該是 要熟悉 那 Write我想這個自己再做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 提取 記得是後面的 從右邊 Write是從右邊算 那這個有區碼跟 後面的號碼 OK 那就是 區碼就是 Labs 左邊兩個 這個 後面電話號碼是 2468 後面的 8個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練習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性別 這個 身分字號是否正確 那我們插入函數呢 可以去算它有幾個字 那有幾個字 你可以透過什麼 LEN 這個函數 按確定 給這個 按確定 就算裡面有幾個 你會發現要回來是10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到底是不是正確 其實我們關鍵是是否正確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旁邊再加一個欄位好了 插入一個什麼 一樣用 剛剛講的一幅 如果 這個裡面條件 等於10的話 那就是 YES好了 就打個Y好了 反之就NO 是否正確 向下填滿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對 這個對 這兩個是錯的 OK 就是 判斷那個長度 那最後就是 性別 性別特別注意 性別的話 因為我們要抓 身份證字號的 第二個字 對不對 那如果第二個字 假如是 1 就是男 2 就是女 但沒有3 應該沒有3 不過你會發現現在很多性別不確定的人 其實內政部也在審議說 其實 為什麼要 去 嚴格限制男女 甚至 要從 可是後來好像又有什麼爭議 所以就沒有 OK 那當然 以目前來看 第二碼是性別 那性別的話 如果說你要把它 把它直接就輸出是男女的話 最後結果是男女 你可以分兩階段看 因為我們第一階段是 把第二個字拿出來 再做邏輯判斷 所以你分兩階段做 如果像這種比較複雜的 你可以這樣 1 先插入函數 先抓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你可以從文字裡面 不是 left 也不是right 他有一個叫middle MID這個 這個叫middle middle呢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 你的身份字號給我 第二個問題 你要從第幾個字抓 第二個字 第三個問題呢 請你要 抓幾個字 一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回來之後你會發現喔 他會把這個文字 的中間的這個字 抓了一個什麼 1出來 有沒有 這應該可以了解他的敘述吧 所以其實喔 你要學的 我想喔 這個 這個視窗裡面到底表達什麼 你是要看清楚啦 要做錯可怕也很難啦 就是大概看懂 他到底給你怎麼訊息 再往下做 OK 好 好 那你要發現喔 這邊這個1喔 跟這個1 其實是不一樣的喔 不相等喔 懂那個意思嗎 這個1有沒有 是文字的1 這個1 是數字的1喔 OK 文字的1跟數字的1 在ESALE裡面是不同的喔 在VBA裡面也是不同的喔 OK 所以基本上喔 文字跟數字 要懂得去把它區隔啦 你不要說看起來 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 好像對這個不清楚 最後做出來一定是錯誤啊 OK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按確定之後喔 他就幫我把文字的1給抓回來 但表面上你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啦 那我們把 這個公式做完之後 向下貼 這不是我們要的喔 那怎麼辦 記得 把這個公式喔 再剪下來 剪下來 特別是不要剪到等號喔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時候再邏輯 一副 把這個東西貼回去 後面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等於 1的話 那就是男生 可是你會發現喔 明明他這邊是1對不對 可是後面是給你一個Force 那Force的話呢 就會跑這個啦 對那如果 這樣就不對啦 因為如果等於1的話就男 那反制的話就女啦 所以 基本上他就跑什麼 跑女生那邊去了 這邊所有的都女生的 不對喔 有沒有你會發現 其實觀看這邊就知道 False 那問題就出在什麼 這個地方 記得喔 這樣子才對喔 OK 所以我一直強調喔 這個雖然是 一個小細節啦 但是你沒注意到 你的結果就是錯誤的 很多人 卡 這種一定卡很久啦 對不對 怎麼會這樣 文字又文 對 所以其實 注意一下就是說 如果用文字函數 切出來的 他給你的也是會是文字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喔 但是你想說老師那可是喔 我工作裡面喔 不會這樣用耶 我 因為我們還是會有一個 一定要用數字判斷 那怎麼辦 然後 後面不改 那你只能改前面 改前面的話就怎麼樣 前面是數字嘛 是文字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轉啊 轉成 數字之後 再來判斷 那你 需要有一個函數 他能夠幫你把文字的一 轉成數字的一 那有沒有這樣的函數出現呢 其實有 在哪裡 其實剛剛有出現過 可是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在文字函數裡面就有了喔 有一個驚鴻一撇 這樣你按確定你一定是錯的 全部都女生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希望正確的話 我這邊插入函數 在文字函數裡面喔 我剛剛講喔 所以為什麼 我希望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其實你就這樣看啦 不過不用 看 最後 因為他剛好放到最後一個 所以你可能要最後一個 才能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邊 有沒有他跟你講什麼 將 文字資料 轉換成 數字資料 那不就是答案了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剛好有看到的話 那你就知道 原來就這麼簡單 萬一包一個Value就好了嘛 OK 所以呢 如果你剛好遇到這種狀況 你不能夠改後面的 你只能夠改前面的話 那你就很簡單嘛 把 Mid的函數外面 再包個Value Value的話 打個小寫 它自動會轉大寫 沒關係 然後前刮斧 後刮斧在這裡 按確定 向下填滿 答案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啦 反正就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沒事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用久了你就什麼都知道了嘛 對不對 沒有 那個 我頂多是 當然也不可能說每一個 花那麼多時間啦 但是最重要的你要掌握住 那把這些做熟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怎麼去 找到你要的 那當然還是有很多地方是 以上裡面沒提供的 那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 自己把它 變出來 這個叫自立函數 就VBA啦 OK 好那這邊的話我想 前面幾個 這個應該差不多 那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後面再來看那個 VBA 如果 VBA今天應該 以看時間來看 可能 沒有辦法講到啦 那就開個頭 那 今天也許先講函數好了 往關 可以先試試看好了剛剛講的部分 沒有 沒有 你 你